大家好,我是王珀 我们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在即使自身得不到任何益处的情况下 也可以杀戮、毁灭自己同类的动物 在加拿大的Noma Scotia省发生的枪击事件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这是德国的心理学家Erik Fromm 他写的一本关于人类毁灭性分析的书 他指出我们人类的破坏性 是来自于我们存在的一种叫做恶性敌对情绪 这种恶性敌对情绪 不是我们人要自身生存所必须需要的 他和另外一种敌对情绪不同 叫做自我保护或者叫良性敌对情绪 这种就是当我们的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有攻击或者是逃避的这种本能 但是一旦外界的那个威胁停止之后 我们自身的这种良性敌对情绪也会停止 那我们人类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有理智的动物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杀戮的 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呢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人类和动物一些个根本的区别 我们人类除了一些个最基本的功能 比如说性的反应 还有说对危险的反应 是由我们的本能决定的 我们绝大部分对外界的反应 我们的行为都是由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智慧 分析思考来决定的 人类的大脑有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的许多高级的功能 比如语言抽象记忆想象创造分析自我意识 这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功能 我们不仅知道我们在干一件事情 我们还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干这件事情 具备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和大自然我们是不同的个体 我和其他的人我们也是不同的个体 动物它就没有一个自我意识 你看它照镜子的时候 它不知道那个镜子里面就是它自己 所以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自己有很多无知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终点死亡 没有其他的动物知道他们将来是会死的 我们人类懂了这么多 有这些自我意识之后呢 我们的内心的瓶颈就被打破了 我们再也不能和大自然成为一体 那样逍遥的生活了 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之后 跟世界比起来 它知道自己之渺小 所以感到很害怕 很力不从心 所以它一定要让这辈子做点什么 留下点痕迹 以证明 它是个活人 是个有功能的人 动物只要把它最基本的需求 找食物 睡觉 受到安全保护 繁衍下一代 把这些最基本的功能满足就可以了 动物就休息 觅食 再休息 再觅食 它有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节奏的生活 它的这些起居活动 到哪 去哪 干什么 它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全部都由它的本能来决定 但我们人类不一样 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本能 我们怎么做一件事情是通过大脑的思考来决定的 同一件事情 大脑可以有很多想法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方向可以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个 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的目标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想法 都会顺着这个目标往下走 这样 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努力 行为就有章可循了 人类追求的方向是不同的 可以朝着有利于生命成长的方向 也可以朝着毁坏生命的方向 所以对于人来说 一生有一个目标来释放它的能量 是他人生最首要的生存要求 人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完成这个目标的 虽然作为人类来说 我们必须满足身体上的各种需求 我们才能生存 比如说食物啊 睡眠啊 受到保护啊 还有性啊 但是即使这些所有身体上的需求 得到满足之后 我们人类还是不快乐 因为人生真正的动力 来自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热情 也可能是理性的 也可能是非理性的 比如说 追求爱 自由 平等 真诚 我们管它叫 有利于人生发展型的 这种激情或者热情 也可能追求 依赖 控制他人 破坏毁坏他人 或者是自己 屈服 我们管这种叫做人生毁坏型的热情或者激情 所以对人来说 不管这些激情是好还是坏 我们就有活头了 我们就有可以让生命觉得有意义的这种感觉了 人类在追求这种激情不管是爱情也好还是权力也好还是报复也好 在他失败的时候人有可能会自杀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在追求自己感官身体的满足失败之后 比如说自己由于饥饿或者自己由于自己的性即可得不到满足而自杀 作者指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两种激情都有 一个是呢推动生命向前发展 一个呢是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 只是说看哪种激情的力量更加强大 而我们人的哪一种力量更加强大呢 又是由于我们的人的不同的性格特质来决定的 而我们的性格又是由什么来形成的呢 是主要由于我们在什么样的家庭文化社会环境中长大来决定的 而且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啊 有的时候啊有不同的因素就会对我们的成长起着不同的作用 有时候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因素也起着绝对性的作用 比如说在我们成长过程非常艰苦的时候 有些人给了我们关爱 就会让我们觉得生命中是有爱的 生活中是有爱的 我们会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有的时候呢我们受到了别人的屈辱也好啊 打击也好啊 这时候就会不利于生命发展的那个方向去 个人的性格形成是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社会 这个社会啊已经给我们设置了很多 已经提前设置好的人生追求的目标 不同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当今的这种社会 对于人来说追求的目标就是成功 主要是赚到钱 还有呢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另外呢就是享乐 比如说出去旅游也好啊 还是说买很好的东西也好啊 这种物质上的享乐 这是给我们设置好的人生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在表面上来看呢 我们好像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可是我们在一步进一步往心里面感觉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感觉到这些东西即使你得到了 还是有一些空荡荡的感觉 因为这些并没有让我们真正的感觉 我们的生命因此就有意义了 社会构架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提前做好的目标 只是对于那些个不能够有独立思考的人 才是有用的 我们人类是有自己思考的能力的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来找到我们真正的自己的意愿是什么 这样做的话呢 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了 像学习英文 看这个视频的英文版的人呢 可以点击一下屏幕上方跳起的链接 到我的英文频道Strength Within里面去 加拿大的这个情境案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能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考虑一下 我自己人生追求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的激情 我的能量 我主要放在哪了 在哪个方向 我们可以从中啊 悟出一些道理 学到一些个原来没有认知到的见解 然后呢 学习怎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激情啊 放到有利于生命发展的那个方向上去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发人深省的书 读起来也确实是 不可能一气呵成的 因为我读的时候总要读一下 想一下 读一下 反思一下 我目前还没有 不知道它的中文版翻译的是什么名字 但是我会把这本书的英文版的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感兴趣的人可以读下这本书 大家保重 咱们下次见